一群青年男女计划抢一行遭警察围攻,就在几人准备投降之际,警察却全部变成了丧尸。 这群劫匪和丧尸之间又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呢?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这部小成本大脑洞的丧尸电影。 英国伦敦某处建筑工地,挖掘机正在兴奋地工作,就在这时,一座石门古墓被挖掘机挖了出来。 众人纷纷猜测里面是什么,可能是几吨重的钞票,也可能是金子什么的。 多说无意,众人将石门打开,进去之后却大失所望,里面堆满了人类的骷髅,这里更像是一个堆放瘟疫死尸的集中营。 就在两人准备撤退的时候,古墓里的死尸却不答应,两下就把他们咬伤,墓室里出现了极为不友好的画面。 小明和安迪是一对患难兄弟,两人无父无母,自幼被爷爷收养长大。 由于没有一技之长,两人只能靠送外卖生活。 老爷子认为送外卖不能作为谋生职业,因此想了他们另谋高就。 他可能是没见过中国的外卖小哥,否则他就不会这么说了。 小明和安迪都知道老爷子是为他们好,只是他们对于未来也比较迷茫。 在他们看来,就业是未来要考虑的事情,当务之急是想办法保住老爷子的养老院。 因为根据某邪恶地产商的计划,老爷子所在的养老院就要被拆除了。 到时候养老院里的老人都会流离失所,受老人们照顾的兄弟俩决定做点什么,报答大家的养育之恩。 两人先是找了一辆容积比较大的烂卡车,然后联络了脑子有点不正常的退役军人米奇。 据说这位米奇曾在伊拉克战争中打碎了脑子,医生给他换上了一个金属脑壳,导致他产生了暴力倾向,对一切敢于质疑的对象都拿脑袋撞。 参与抢劫的还有成员小胖,他在银行中有内线,而且是一个抢劫老手。 不过开索大神凯蒂对小胖的参与十分不满,因为小胖曾经亦智商有限,抢劫的时候反被受害者打晕。 不过势急从全,多一个人多分力量,大家虽然互相看不起,但看在抢劫大业的份上,只能团结一致向前看。 由于是第一次打劫,小明还有些紧张,就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的时候,银行经理却招呼他们到办公室去取钱。 原来银行经理和建筑工程经理互通款取,准备带着巨额资金走人,所以误把他们当成工程经理的人。 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不对,第一时间按下了警报,密奇见着女人婆婆妈妈直接掏出家伙,威逼经理带他们去取钱。 经理为求自保,只能一眼打开了保险柜。 众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,顿时都乐开了花,这下大家都可以退休了。 大家一人装了两麻袋钱,扛着就向外走,没想到外面已经被警察包围。 警察让他们放下武器投降,但密奇可不是吓大的,上来对着警察们就是一梭子。 众人退回房间,小明和安迪已经萌生退役,他们再厉害也干不过国家机关,更何况自己一方还是一群乌合之众。 但密奇并不准备屈服,他挑选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质,准备用他们做盾牌撤离。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鱼死网破,奋力一搏的时候,外面却像是来到了世界末日,街道上一片狼藉,地上满是乱爬的丧尸。 众人逃过一街,忙开车离开,临走前小明还救了一个路人女上车。 他们不知道的是,路人女已经被丧尸咬伤,在车里就变异成了丧尸。 关键时刻还是密奇给力,一枪就把路人女喷了下去,只不过子弹的作用力打坏了车里的染料包,众人只能忍受着灰尘向前冲。 此时,养老院里也已经遭到了丧尸的入侵,幸好老爷子临危不惧,带着大家安全撤离。 但面对无穷无尽的丧尸,养老院被攻破也只是时间问题。 小明一行人来到一处工厂处理脏款,这里也有零星的丧尸。 米奇本来在用丧尸练枪法,却不小心被丧尸咬了一口。 众人都有些担心,因为这代表米奇也很有可能变成丧尸。 凯蒂提醒小明应该早下决断,但小明十分善良,他抱着一丝侥幸,或许米奇不会变丧尸。 小明此时更担心老爷子,自己一伙手中有武器才能摆脱丧尸的围攻,养老院里可没有武器,他们或许躲不过这一劫。 老爷子在养老院里盘点人数,突然发现少了一个痴呆老人。 他打开窗子一看,痴呆老人竟然在院子里睡着了,他身后就是呆呆的丧尸。 老爷子急忙把痴呆老人叫醒,催促他快跑。 虽然痴呆老人行动缓慢,但他身后的丧尸速度也不快。 在老爷子的英明指挥和众人的奋勇之下,他们成功将痴呆老人救回室内。 此时米奇已经变得有些暴躁,他抢走了小明的车钥匙,并把人质绑了起来亲自看守。 没多久,米奇就彻底变异,而两个人质因为被绑,眼看就要成为米奇的嘴下亡魂。 众人听到人质的尖叫急忙跑过来解救,但米奇拥有金属脑壳,根本不惧手枪爆头。 关键时刻,小明急中生智,他掏出手雷塞进了米奇的嘴巴,随着轰隆一声巨响,米奇烟消云散,无影无踪。 就在众人以为危险过去的时候,任志男却分不清于事,他用枪指着大家,还要带大家去警察局自首。 众人好心提醒他身后有丧尸,他却以为是炸,结果被丧尸分尸。 人质女名叫莉莉,在知道了大家抢劫的原因之后,已经原谅了大家。 此时小胖已经死去,小明准备带着大家去养老院解救老爷子,莉莉决定加入他们。 一行人先开车来到莉莉的家中,但一切都已经晚了,他的妹妹已经变成了丧尸。 小明帮莉莉解决了妹妹,又借给她一个肩膀,这给了莉莉一些安慰。 随后他们准备撤离,但他们的车子旁边围上了两队穿着制服的人。 原来他们身前是两支球队的球迷,如今即便成了丧尸,也是生死仇敌。 仇人相见,分外眼红,两伙人二话不说就打在一起。 小明等人趁着球迷丧尸混战,开车离开。 在去养老院之前,他们需要补充一波装备,否则他们很难到达养老院。 此时他们想起了米奇的集装箱。 他们驱车来到集装箱,打开门之后,众人惊呆了。 这哪里是收藏,明明就是一个军火库,各种型号的手枪应有尽有,简直能武装一个加强连。 众人愉快地装备了一波之后,又抢了一个双层巴士,一路向养老院急驰而来。 来到养老院之后,莉莉负责开车吸引外围丧尸们的注意。 小明安迪和凯蒂则冲进去解救老人。 他们一路爬墙跳窗,最后从天窗找到了幸存的老爷子。 他们本来想要大家从天窗撤离,但养老院里一大票人都需要拐杖才能走,根本无法走天窗。 老爷子认为,以他们的力量无法冲出丧尸的包围,但到安迪打开背包之后,老爷子瞬间喜笑颜开,这小子终于上道了。 很快,老人们也武装完毕,有了强大的火力之后,老人也变得十分疯狂,仿佛命运又一次掌握在了自己手中。 他们用手雷清理出一条通道,然后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向大巴行进。 此时养老院附近的丧尸越来越多,但这一切都已经和他们无关了,大巴车载着一行人向远处行去。 在车上,老爷子知道了小明和安迪的抢劫事件,他对两人十分失望,但得知两人抢了250万英镑的巨额资金后,老爷子感动哭了。 当然,老爷子最感动的还是他们抢劫的目的,那就是拯救养老院报答养育之恩。 不过他告诫两人,如果有下一次,他永远不会原谅他们。 就在大家愉快撤离的时候,大巴的变速箱出现了问题,大家只能汽车而逃。 幸好这里离码头很近,只要登上船,他们就彻底安全了。 虽然这一路危险重重,但有强大火力护驾,上船不是问题。 只是在开船的时候,大家发现链条竟然没有解开,必须有人上岸去解开链条。 此时岸上已经被丧尸盘踞,上岸无异于送死。 危机关头,老爷子准备西山自己,他奋力一跃跳上河岸,在丧尸的包围下解开了链条。 众人眼睁睁地看着老爷子被丧尸淹没,就在大家认为老爷子必死无疑的时候,突然他奋力起身,竟然从地上捡起了冲锋枪,对着周围的丧尸就是一圈扫射。 小米等人见状惊喜万分,随后也加入了老爷子的战团,在岸上大开杀戒。 最后他们还见到了那个想要拆掉养老院的无良商人,四人一通急火,将无良商人打成了筛子。 电影最后,直升机部队已经赶来支援,小米和老爷子也说出了灰太狼的经典语录,我还会回来的。 电影名字叫《劫匪与僵尸》,也被译为伦敦老对抗活死人。 影片整体基调比较轻松,虽然有一些血腥的镜头,但并会让人恶心。 不过这部电影里的丧尸,其战斗力估计是所有丧尸电影中最低的。 大家如果有见过更差景的丧尸,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,我们下期再见。